美國西部的內華達州 最近有大批磨門蟋蟀入侵 不但這個密密麻麻 看起來很恐怖 還會發出噁心的臭味 更可怕的是專家預測 這個蟋蟀大軍 恐怕會困擾當地 長達二十一年 牆面不滿磨門蟋蟀 路面也滿是紅色昆蟲 美國內華達州北部 最近遭遇磨門蟋蟀大軍來襲 不論農場 道路 民宅 甚至醫院 全爬滿 這種昆蟲 看了簡直 頭皮發麻 這一大群磨門蟋蟀 不但破壞作物 還會導致事故 當地居民就表示 開車時好幾次 被磨門蟋蟀堵住鼻子 車輪輾過牠們 還可能打滑 相當危險 加上這種昆蟲死亡時 會發出類似於腥味 或狗屎味的惡臭 讓居民不堪其擾 除了所有的泡泡和泡 然後開始清洗房子 唯一的方法 開始清除牠們 是把牠們放進去 把牠們放進去 大廚汁瓶 然後把牠們放進去 當地一間醫院 甚至特別顧了四名臨時工 來清除蟋蟀 好讓患者順利進入醫院 磨門蟋蟀真正名稱是 盾貝中絲 牠們不會飛 只會爬行或跳躍 通常成群結隊移動 一九三零年代時 也曾大舉入侵美西 當地昆蟲學家指出 磨門蟋蟀通常夏天產卵 冬天休眠 春天孵化 但內華達州北部 上次冬季和春季異常多雨 孵化的時間延後到夏天 加上當地震驚力乾旱 更加助長磨門蟋蟀爆發 蟲蟲大軍 恐怕會持續困擾居民 長達五到二十一年 公視新聞 順林編譯